Hello,Lukas这里 这个视频将会示范 自动生存条码给书本 尤其是当有新书来到的时候 图书馆管理员他必须 要去拿到新的条码 贴在新书上面 方便会员借书的时候 给他去扫描 之后系统就会把借书的这种资料 输入进去我们的资料库 我们先来看他现有的资料里面 他有这么多的书本 这里有一个ID 9611就表示说 现全的书本他有9611本 这个是他的条码 当有新书来到的时候 图书馆管理员他可以经过一个表格 类似这样子 在前个视频我示范了 进去 资料库 用一个表格 去注册新的会员 其实同样的原理 我也可以去设计一个表格 去输入 新书本的一些相关资料 但是ID跟这个 PACO 他的这个身份跟他的条码 这两个标题 图书馆管理员他并不需要打 系统他自己 会自动的 自动的生成 所以其他的 这些好像 这个 他书本叫什么名字 他的作者 还有一些相关资料 这些就需要打拉出了 这两个 当 这个表格填完之后 这里会出现新的一行 下一行将会是9612 这一个 这个呢 他也是 我会放一个 一些 只要没有出现在 还没有用过的 这个条码 他会出现在 新的一行 这个条码 所以这两个 他会自动生成 这样子就省了图书馆管理员的 一些时间 接下来 我们来看 他 他的这个次序 这个次序 其实这一页 他还有一些隐藏性的功能 为什么 他是这样子排列 是最大的号码在上面 因为 每当 每当有新书进去的时候 他会出现在上面一行 就是说 只要有新书 他就会再出现 第一页 他这个号码是倒转过了 并不是像1234 不过他 刚才讲了 他有一个隐藏性的功能 如果你在标题这里按一下 其实你可以倒转 他这个次序 只是说每次你去看这一页的时候 他一定是这样 然后方便 使用者 知道说现在有什么 新书 进来 下一页 下一页 我们来看 这一个 这一个呢 就是 OK我先 我先refresh一下 我刚才在试验 所以他会出现一些 刚才 所显现的 你一进去这页 他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个其实是说 方便图书馆管理员 他把这些新书 他的新 自动生成的条码 提取出来 我们会用到这个ID 所以 要知道这个ID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只要看五本 我们从 下 到上 因为他次序是这样子排 我就打9607 到911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 多少还下来一次 我copy一下好了 9607 OK 9611 意思是说现在我要提取 这 这个 几本书 他的 条码 他生成的条码 如果我按提交 这里他就出现了 这样子 图书馆管理员就可以 把这些条码 打印出来 我这里也放了一个 打印的按钮 在这里他会跟你讲说 是 多少到多少 这样子 只要是 有新的书 他 管理员打进去过后 就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如果我现在按打印 要等一下 因为 这个条码 并不是全在 我们 伺服区 里面 他要去生成 经过我写的一些 这些 这些 coding 所以 按print 他就 只有 去 把这些 这个部分打印出来 其他的 我按refresh 一下 其他这些 我是特地把它 隐藏起来 如果 如果 我现在 要 去提取 更多的花 我可以说 OK 我现在要 笼100本 比如说 100本 所以 我就拉下来 我去找 最下面的一个号码 所以我再打一次 到9611 我就按 提交 提交过后 他就 生成出来 不过呢 他这里 他一页只会出现 25行 不过 使用者 你可以 利用这个 你要他一下子 提取 显现 100 出来 都OK 250还是500 不过刚才我们 OK我放500了 全部完了 提出来好了 OK他已经好了 很快 所以在这一页里面 他有这么多 我拉下来 OK他讲跟你讲说 他 显现100行 如果我现在按 print的话 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他 有100行 OK loading preview 要等一项子 OK出来 所以现在 他会去打印100行 所以他有这么多页 管理员 就一次可以把它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 把这个条码 新的条码 贴在 贴在这个新书上面 这边为什么我放 这个资料 因为 当你把这个 剪下来过后 条码剪下来过后 管理员他也必须知道说 这个条码是属于什么书的吧 对吧 所以 这样子 就 管理员 他 并不需要说 再特地 去买 这个 我们讲 Sticker 条码的Sticker 他也不愿 再去输入进去 系统里面 这个 新条码的资料 因为这些 在这个系统里面 他全部都是 自动的 OK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